23年里7位横杆有6个都是外国人 还剩一位当上横杆的日本人还是走后门 有人说日本相扑已经没落 甚至可以说不是日本人的相扑 然而在当年日本本土出现过一位18岁 把肌肉横杆迁代富士打到退役 巅峰时期全面压制外国人 生涯王纪还连压暴力横杆招亲蒙的天才 而因为他的存在让蒙古历史崛起推迟了八年 这也是巨路格斗 今天要讲的就是日本相扑史上最后一位强力横杆 桂莱花光丝 生涯战绩794胜262负 身高1米85体重322斤 作为第65代横杆的桂莱花 可以说是天生就注定要当横杆的天才 爸爸是大官 也就是仅次于横杆的等级 国父是横杆 哥哥也是横杆 而出生在相扑豪门的他 从学生时期就是顶级的存在 擅长所有相扑技巧 并且长场以下克上 进入相扑最强42人的木类之后 还能在19岁成为场所冠军 而这个记录直到今天都没人打破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是的 就连史上最强横杆白鹏翔也是21岁 长期剩下的比赛直接宣布退役 结束长达21年的相扑生涯 而桂莱花最精彩的一次对决 就是1994年11月场所 此时桂莱花离登顶横杆只差一步 然而在这条路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蓝路虎 历史上第一位外国人横杆 属泰兰 靠着2米04的身高和466斤的体重 像怪物一般连压无数力士 两人从出道开始相遇 并且每次都会使出12成功力去对撞 而这场也是双方无数次对决中最经典的一场 双方对撞桂莱花马上抓起属泰兰 都带前冲把他推到边缘 然而两人力量差距太大 很快属泰兰就稳住局面并且两次差点半倒桂莱花 当桂莱花都稳了下来 并且把属泰兰推到另一边 双方再次先又拉锯杖 而正在属泰兰想一鼓作气推倒对手时 却被桂莱花抓住都带把属泰兰甩出土表 而从这一战后 桂莱花一飞冲天拿下30年胜 并在之后的三年拿下11次场所冠军 而如果不是他的存在 日本相铺早就被蒙古人入侵了 而最能说明这点的对决 就是2002年这场像赵青龙气到爆出的一战 此时桂莱花已经因为膝盖受伤休息了一整年 日落西山的他也迎来生涯最后一战 而赵青龙是当时上升势头最凶猛的蒙古烈士代表 而他在相铺里的暴力美学 也说明这个年轻人也横肝不远了 因此大部分观众都认为桂莱花已经阻止不了赵青龙 对决一开始赵青龙的恐怖冲撞就让桂莱花完全吃不消 那凶猛的气势根本不是桂莱花能阻挡 但过于激进的赵青龙不知道早已被桂莱花抓住都在找到破绽 而就在赵青龙抢用腿半倒一颗桂莱花趁机转身把赵青龙甩出土表 这一战不仅让年轻气盛的赵青龙没有鞠躬就直接离开 甚至在后台爆出口表示早知道就攻击他受伤的腿撞了 而值得一提的是 直到桂莱花退役后的那个月 赵青龙才成功登顶横肝 此后蒙古历史开始全面连压日本本土历史 连续14年没有出过一个本土横肝 而桂莱花也成为相铺时尚退役后减肥最成功的横肝 好了这也是巨度格斗 格斗可是很优雅 来